有四名潜水客相约到屏东后壁湖潜水 结果其中有两名潜水客失踪两个多小时 而之后呢 在距离墾丁1点2海里的地方被发现了 最近状况如何 我们赶快连线给记者黄佩如 这主播稍早呢 屏东后壁湖这边发生了潜水客潜水失踪意外 根据了解呢 这个四人一组的潜水客呢 今天上午10点多的时候呢 在恒春的河三场附近的出海口的下水 预计呢 四个人都要在大概10点50分的时候上岸 没想到呢 时间到了呢 当中呢 有一南印尼的潜水客呢 始终是不见人影 同伴呢 是焦急的在一旁守候呢 同时也通报了消防队员跟海巡人员 警商呢 除了在海面上进行搜索 也出动了直升机在海上寻找 经过两个小时的搜寻之后呢 终于在距离墾丁1.2海里的地方呢 发现两名失踪的潜水客 我们来听听海巡人员的说法 一名有经验 一名女性比较没有经验 由那位男性带的那位女性 今天蛮强的 那差不多40分钟就流到 肯定外1.5海里了 还有呢 两名潜水客是在海上 整整漂流了大概40多分钟呢 就被海巡跟空前的人员呢 给分头给救了起来哦 两人呢 除了受到惊吓 更有一点失温之外呢 没有受到其他外伤 以上来自这场最近情况 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朋友主播